那么接下来今天再给大家讲讲另外一个题材 今天盘中大家都看到了 有一个版画的非常强 就是绿色电力概念 今天这个大涨 比如说上海电力涨停 好几个电力公司涨停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做绿色电力 什么叫绿色电力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题当中 近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富含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公司 推动绿色电力交易四点工作 绿色电力 绿色电力那就是零碳排放 或者低碳排放的 产生的电力呢 那谁是绿色电力呢 就是以什么 以这个风电和光伏 以风电和光伏为主 风电和光伏 这一块 一个风电一个光伏 这两个可是重点 将来呢这个参与市场的主体呢 会把这个交易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 逐步扩大到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可再生能源 才是绿色电力 不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 那不叫绿色电力 那是有碳排放的啊 比如说像火电 燃烧煤炭 你发的电 那叫什么 叫这个再生能源 烧完之后就没了 不能再生了 然后呢有庞大的一个碳排放 排放到大气当中啊 那是温室气体啊 所以说我们说火电呢 这里面并不是他要推荐的啊 所以说呢 以风电光光伏发电 甚至水电为主啊 这叫绿色电力 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格局下 清洁可再生能源 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 未来呢 可再生能源也将成为 我国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主体 在这里面特别给大家强调一点啊 这两天我看到一组数据 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新能源发电的这一块啊 整个的它的这个电力 已经占到了总发电量的45%啊 已经在朝这个50%的这个目标 在发展了啊 这个发展的非常快 而且这个市场的覆盖面 越来越大啊 所以说绿色电力才是大势所趋啊 降低碳排放 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啊 这个是绿色电力起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电力十四五规划当中呢 它有一个编制啊 就是要求呢 以绿色转型为重点啊 提出电力供给车改革 充分响应需求端的要求 形成供需平衡的格局啊 然后呢 那我们说未来的啊 我们国家这个绿色电力的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 覆盖面越来越广 相关上市公司那必然是大受其力啊 接下来啊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我刚才既然讲到了风电和光伏发电 那就是把产业链呢 简单简单给大家带几句啊 讲一讲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风电产业链 风电产业链呢 它同样分为上游中游下游 上游是干嘛的呢 上游就是生产风力发电机的那个叫什么 风力发电机那个领部件 首先就是验片啊 验片大家看到风力发电机那个 那个高高的那个塔上啊 那个大的那个验片来回旋转 那就验片啊 然后有机舱罩 阻轴 诸件 变流器啊 然后电机啊 电机是带动干嘛 带动验片旋转那个电机 此轮啊 然后风塔 就那个高高的直直的啊 那个那个塔状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物体啊 那就是风塔 那我们看到有相关的上市公司都有啊 验片当中啊 中猜科技时代新材 机舱罩双一科技增加股份 然后阻轴呢 精雷股份 同意重工 然后铸件 日元股份啊 集型科技等等 这里面我就不单个给你念了啊 中油呢 这一块主要是做风机整机厂商的 就中油 就是整个啊 把这些零部件呢 给它组合起来 组成这个叫风力发电机啊 这里面涉及到几家上市公司 精分科技 绵阳智能 用达股份 龙元电力啊 有些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么下游当中呢 主要是风电用营商 风电厂用营商 有谁呢 大唐新能源 比如说大唐电力啊 中广和新能源啊 北控清洁能源集团啊 这几家啊 这就是下游的啊 几家厂商 这是整个的风电产业链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啊 简单讲一讲这个光伏发电产业链 光伏发电产业链呢 它同样啊 它也有上中下游 上游是干嘛的 那就是做一些光伏发电的那些基础的一些元器件啊 那么从硅料开始啊 高纯度的硅料 然后呢 可以给它呢 哎 做成单金硅棒啊 单金硅棒或者是多金硅棒啊 多金硅垫 单金硅棒呢 给它做成方棒啊 做成方棒 那个小的一个正方体长方体啊 然后切片 切成非常薄的那个单金硅片 多金硅呢 多金硅棒呢 一样做成方棒 也切片 切成多金硅的硅片 那么它们两个呢 单金硅多金硅 分别有自己的单金硅电池 多金硅电池片 最后呢 分别组装为单金硅 光伏组件和多金硅的光伏组件 这是中游啊 做光伏组件的 这是中游 完了 做完光伏组件干嘛呢 利用这个发电呢 那就是下游产业 最后呢 我们看到收集到太阳能 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提供给建筑物内部 使用 看着下方的这个房子啊 中间的房子 就用内部使用 或者呢 晚间呢 用于啊路灯的照明啊 城市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照明来使用 或者用于什么呢 用于发电厂的一个建设 光伏发电厂 我们看到大面积的一些沙地啊 都给它覆盖掉啊 这是光伏产业链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呀 分享一下这个光伏啊 我们A股当中的非常核心的一些光伏的题材股啊 既然说讲到了光伏发电的这个产业链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选择以光伏密切相关的啊 这个个股啊 个股啊 关联度是五颗星之上的啊 也就是它主要的营收 全是跟光伏发电有关的业务啊 基本上大块都是相关的 比如说加折性能 百分之百的收入这个收入的业务都是呃 光伏电力啊 光伏电力相关啊 那么这是五颗星 600619的加折性能啊 这就是一个 然后呢 0022218的拓日性能 它主要是呃 主要主要的是业务是平板式太阳能极热器啊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芯片及组件 太阳能应用啊 太阳能应用产品及供电系统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芯片及组件 太阳能啊 光伏太阳能玻璃啊 做都都在干啊 那么这就也是五颗星的 另外呢 300393的中来股份 那么它主要是做太阳能电池啊 光伏光伏电池 公司的电池组件和系统呢 都涉及到光伏系统设备产品 那每年的收入啊 它能达到三将近35个亿啊 占主营收入的将近70%啊 这是中来股份300393的啊 另外呢 有一家中字头的央企叫中国电池601669啊 它是公司是 它是工程承包与勘查设计 设计到光伏电站工程 它就是专门建光伏电站的 那么光伏电站建设这块的收益 占了中国电建业务的84%啊 一主要的营收的84% 那都是建光伏电站啊 也所以也是五颗星的一个评级啊 另外的一块呢 就是新能科技603105 那么公司的这个发电收入呢 它涉及到呃光伏发电产品 收入呢大概是3.5亿 因为它盘子小啊 那么光伏这发电这个收益呢 占了它主营收入的83%啊 这是新能科技 那么此外呢 科创版里面有之啊 叫天准科技688003的天准科技 公司的智能检测装备呢 涉及到光伏的这个硅片检测 分选装备的一个产品 就是硅片的好坏 质量的好坏 平与不平啊 性能如何 那它就专门做这个硅片的检测设备的 那么这块营收啊 占它的主营呢 是85%啊 可见啊 一大块业务的全是跟光伏发电有关的啊 然后也是五颗星 那还有一只科创版的个股叫588 688599叫天和光能啊 五颗星的 公司的光伏产品和光伏组件呢 涉及到光伏电站销售产品 收入是164个亿啊 将近164个亿 它占营收的总比呢 居然能达到了将近73%啊 那下面呢 是600795的国电电力 公司的电力产品 涉及到光伏发电产品 收入呢 是519.55亿啊 将近520个亿 占主营收入的89%啊 这个国电电力 大家一看到国电电力 你别认为啊 它就是搞煤炭发电的 搞火电的 不是啊 大部分的业务都实际上 主要的收入都是已经跟光伏发电相关了啊 那么另外000591太阳能 公司的太阳能发电 涉及光伏发电产品 收入呢 是22个亿啊 然后呢 占主营收入是将近66%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下方还有一次叫福能股份 福能股份也是五颗星的 那是光伏发电产品 我下面就不说了啊 601865福莱特 光伏玻璃啊 主要干光伏玻璃 光伏玻璃的营收占他主营的 83% 688390的顾德威啊 光伏并网逆变器啊 他这个营收呢 占他主营的收入 86%啊 86002 270华明装备啊 公司的电力设备 涉及到光伏电站EPC产品 收入5点 将近5.5亿 占营收的80%啊 将近80% 那下方呢 是600151的航天机电 五颗星的 他主要的这个业务 就是主营就是光伏啊 太阳能集成啊 主要是做这块 那么688408中信通 也是五颗星啊 公司呃公司的耕中支架 涉及追踪式光伏支架产品 他的收入是17个亿 占主营业务的百分之 将近55%啊 这个中信博 蒙草生态300355 他的工程施工 涉及到光伏发电产品 收入是八将近8.3个亿啊 占主营收入的百分之百啊 蒙草生态基本上就是完全啊 他这个主营收入就是干跟光伏有关的业务了 那么603806的这个福斯特啊 公司的光伏胶模 涉及光伏封装胶模产品 收入是将近76个亿啊 占主营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啊 这个是福斯特 然后呢 一金光电600537的一金光电 主营太阳能电磁组件啊 呃 我给大家啊 说的这么多了啊 我们看到啊 我都给大家点评完得了啊 五颗星 那么第十九只票呢 是00079要甘肃电头 五颗星的啊 公司的电力产品 涉及到光伏发电产品 收入是9.4亿元 占主营收入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九啊 将近百分之百了啊 光伏的甘肃电头 那么600876的洛阳玻璃啊 五颗星的关联度啊 那公司的新能源玻璃 涉及到光伏玻璃产品 收入是13.8亿 占主营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起啊 第二是一只五颗星的 核旺电器五颗星啊 公司的新能源啊 电控业务 涉及光伏逆变气产品啊 光伏逆变气啊 收入是七点五亿 占主营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啊 我们就点评到这儿为止 我们只把A股上市公司当中 跟光伏业务密切相关的 21只个股给大家梳理到这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A股当中的 风能发电啊 风力发电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那这里面呢 涉及到19只个股 这19只个股呢 是完全啊 几乎是以风力发电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它的关联度都是五颗星啊 第一个票啊 600163的中敏能源五颗星 公司的风电收入是12.24亿元 占主营收入百分之九十八 加折新能601619 公司的电力涉及到风电产品 收入是10个亿百分之百 甘肃电头 公司的风电产品啊 电力产品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9.4亿元 占主营的百分之九十九 然后上海电力 公司电力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205亿 占主营收入百分之将近百分之八十八 上海电力 金峰科技002202的金峰科技 主营风机制造与销售 风电服务 风电厂开发 然后是600393的金山股份 公司的电力销售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26个亿 占主营收入百分之八十 然后呢 300443的精雷股份 主营风电主轴设备 000862的银星能源 公司的新能源发电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9.6亿 占主营收入百分之八十 节能风电 公司的电力 节能风电的代码是601016 公司的电力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26.6亿元 占主营收入百分之百 然后大京重工 002847 002487 002487的大京重工 主营风电 风电塔桶 就是风电那个那个那个 大的这个装的啊 里面是空心的塔桶啊 里面按着电梯 对吧 一直坐电梯上去 到顶部去维护那个 风电那个发电机了 或者是发动机了 或者是那个叶片之类的啊 那么600744的华银电力 公司的电力行业 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75.8亿 占主营收入将近95% 然后呢 000543的晚能电力 公司的电力设计到风电产品 收入是106亿啊 占主营收入将近64% 然后603693的江苏新能 公司的风力发电 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8.8亿 占主营收入57% 然后呢 300129的 太盛风能 主营 风电 塔价 及基础环啊 60011 华能国际 啊 这都是五颗星的啊 我只说五颗星的啊 呃 华能国际 公司的电力 及热力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1615.4亿元 占主营收入 99.85%啊 将近百分之百了 那么600483的福能股份 公司的供电 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76.2亿元 占主营收入80% 然后呢 用达股份啊 300772的用达股份 主营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600795的国电电力 刚才也讲到啊 国电电力 太阳能也在搞啊 这个光伏也在搞 那么跟这个绿色电力 密切相关的啊 收入是519.55亿 占主营收入89% 这里都说了啊 跟这个这个绿色电力相关的啊 000993闽东电力 五颗星的啊 公司电力销售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3.52亿元 占主营收入是95%啊 以上呢 这就是19只我们A股当中啊 跟这个风电啊 风电风力发电 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 都是五星级的啊 业务是绝大部分啊 他都是主营业务啊 这个关联度是最高的 19家上市公司 就跟大家呢 点评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A股当中的 风能发电啊 风力发电的 这个相关上市公司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那这里面呢 涉及到19只个股 这19只个股呢 是完全啊 几乎是以 风力发电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它的关联度都是五颗星啊 第一个票啊 600163的中敏能源五颗星 公司的风电收入是12.24亿元 占主营收入98% 加折新能 601619 公司的电力设计到风电产品 收入是 10个亿 百分之百 甘肃电头 公司的风电 风电产品啊 电力产品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9.4亿元 占主营的99% 然后上海电力 公司电力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205亿 占主营收入 百分之将近百分之88 上海电力 金峰科技 002202的金峰科技 主营 风机制造与销售 风电服务 风电厂开发 然后是600393的金山股份 公司的电力销售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26个亿 占主营收入80% 然后呢 300443的金雷股份 主营风电 主轴设备 000862的银新能源 公司的新能源发电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9.6个亿 占主营收入80% 节能风电 公司的电力 节能风电的代码是601016 公司的电力设计风电产品 收入是26.6亿元 占主营收入100% 然后大京重工 002847 002487 002487的大京重工 主营风电 风电塔桶 就是风电 就是风电那个大的 这个桩子 里面是空心的 塔桶 里面按着电梯 对吧 一直坐电梯上去 到顶部去维护 那个风电 那个发电机 或者是发动机 或者是那个叶片 之类的 那么600744的 华银电力 公司的电力行业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75.8亿 占主营收入 将近95% 然后呢 000543的 晚能电力 公司的电力 涉及到风电产品 收入是106亿 占主营收入 将近64% 然后603 693的江苏新能 公司的风力 发电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8.8亿 占主营收入 57% 然后呢 300129的 泰盛风能 主营风电 塔价 及基础环 60011 华能国际 这都是五颗星的 我只说五颗星的 华能国际 公司的电力 及热力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1615.4亿元 占主营收入 99.85% 将近100%了 那么600483的 浮能股份 公司的供电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76.2亿元 占主营收入80% 然后呢 用达股份 300772的用达股份 主营大型分立发电机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0795的国电电力 刚才也讲到 国电电力 太阳能也在搞 这个光伏也在搞 那么跟这个绿色电力密切相关的 收入是519.55亿 占主营收入89% 这里都说了 跟这个绿色电力相关的 000993敏东电力5颗星的 公司电力销售 涉及风电产品 收入是3.52亿元 占主营收入是95% 以上呢 这就是19支 我们A股当中 跟这个风电 风电 风力发电 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 都是五星级的 业务是绝大部分 它都是主营业务 这个关联度是最高的 19家上市公司 就跟大家点评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